武警湖北省总队医院是武汉市首批公布的61家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之一 2月3号,记者穿戴好防护服,在医务人员带领下进入该院内医科病区 目前,这里收治了多名疑似或高度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记者看到,长长的走廊里整齐摆放着消毒物品 身穿隔离服的医护人员不时会推着治疗车挨个进入病房 原本三人间的普通病房,现在仅供一名患者使用 本来呼吸科它不是一个传染病房,正规的传染病房 没有严格的三区两通道 但是我们现在收了这么多传染病的话,就需要改建这个病房 现在这个病人因为疑似和高度疑似的都需要单间的住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一层楼的话住不了很多 所以我们又花了几个病去 七床是一名女性患者,入院时血氧饱和度偏低 间断性呼吸困难,下肢还出现肿胀 一边听值班医生汇报病情 武警湖北省总队医院内医科主任江玲 一边轻轻掀开患者背脚,检查她脚步是否消肿 我们疑似的,高度疑似的,我们都是按照第一首先要对症处理 比如说咳嗽了,发热了,要对症处理 然后尽快的做完善检查,确诊 确诊之后根据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病情 是轻症的,是重症的,微重症的,我们在分级的对症处理 江玲称,穿上防护服,戴着双层手套和护目镜 在给患者治疗时增加了难度,非常考验医护人员的基本功 戴眼镜的,我们再戴一个护目镜 这样的话有起雾,时间长了,眼睛还干涩 所以说,而且我们一进去的话 我们护士一进去上班就是六个小时 他们还要配药,打针,要非常之精确 不能有任何的疏忽 所以这就是考验基本功的时候 还有我们的医务人员的忍耐力,承受力和毅力 我们现在刚刚开始,确实大家也是跟我说 护士长,我戴了这个手套,打针的时候不太有手感 但是也是慢慢地克服这个困难 现在这个大家穿刺都没有什么问题 每天长时间在隔离区工作 江玲表示,自己也会害怕 但作为医生,这是她的职责所在 对于她来说,最大的心愿是病人康复 最大的喜悦是病人痊愈 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医生 这是我们执着所在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抗击飞 这个疫情的一线 我觉得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我们的这个执着所在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的最大的心愿就是这个病人的康复 我们最大的这个喜悦 是病人的能够得到痊愈 和病人及家属得到我们的赞许和肯定 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天的这个辛勤劳动 觉得最开心的事情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观看